我在2016年的時候 曾經寫了一篇投書 一個我自己的評論 去說明就是說 在過去2011年 我們水果的部分 那時候我們依賴最多的是日本 我們可以看到 有37%的外銷總值是到日本去 那時候2011年的時候 中國只有17% 有沒有 那可是在這幾年 急速的變化 急速的增加 你看從2011年只有17% 到2016年 那時候新政府要上任 已經到了75% 所以當初我講的是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你今天傳給我這張 就是我看到你的PO文的時候 我想還想說 應該到2016或是直到2017之後 就會開始馬上在中國這行 就會馬上往下降 結果不是還越來越多 而且你看這比例 雖然維持都在75 74 78之間 可是你看重點是產值 我在2016年的時候 雖然是75 但是我的總輸出 只有1.11億美金 可是我到了2019年 不止78 而且我總輸出 快到了2億美金 1.9億美金 所以說比例上雖然沒有變 可是在產值上 其實是非常明顯的變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在2011年 你看65、17% 也代表說 我們出口中國的水果的總產值 大概只有1200萬美金左右 可是到2019年之後 這樣算起來是大概1.5億美金 所以是代表說我在產值跟數量上 都是非常明顯的成長 所以我們民進黨政府常說 我們不要過度依賴中共 但我們已經在另聘其他的市場 對我們已經在另聘其他的市場 可是在數據的證明上就是說 我們對他的需求越來越大 所以這數值一拉出來的時候 他就非常的殘酷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020年這個高峰 為什麼急速往下掉 為什麼 因為他不讓你依賴他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2021年 當中國一開始祭出這相關的禁值的時候 你一下子你就從70掉到46.66 有沒有 那去年進的還不夠多嘛 那到了今年就更慘了 今年到現在只剩下2.4 只剩2.4 你從兩年前1.5億美金的產值 到現在兩年後半年之後 100萬美金的產值 對那這對台灣本土的影響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比較好奇的是 圖表裡面也看得出來 異軍突起也在今年來講的話 就是日本嘛 去年到今年日本現在變很多 那日本這是一時的愛心 一時的台日友好 還是接下來也可以把它鞏固維持住呢 應該這樣講有兩塊 就是說其實第一個 日本過去一直都是我們主要的市場 對 可是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日本市場 一直不斷地去萎縮 是 是因為日本它其實是一個 亞洲非常高階的市場 那任何國家它都會想要做日本市場 可是我們在這個市場 我們競爭力其實是越來越弱的 那我們競爭力越來越弱之後 那我們其實我們就漸漸的就被淘汰掉 所以日本市場變弱 其實代表說我們的產品 正在往中低階的方向走 那這兩年為什麼會變強呢 那其實就是最大的原因 還是因為補助 所以你看到這個22.4 這就是曾經這種的鳳梨要花10億 有沒有 那今年沒有明著講要花10億 但是今年這些補助一樣有下去 所以說日本會有這樣的可以稍微上升 其實靠政府拿人民的錢 來把這個戰子給撐起來 可是這補助實際上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今年是選舉年 所以今年一樣會有補助 對 只是你就沒有像 像之前聽到蠻天蓋麗說政府要拿10億出來 對不對 它實際上他們今年也有拿錢出來 只是說它就不會像 以往那麼高調 對 可是對我們業者來講我們不希望這種補助 因為這不是長久之計 我們現在台灣鳳梨進入到日本裡面 我們的關稅要17% 要17%的關稅 同樣的菲律賓只有3%的關稅 所以我們的政府如果去把它從17%談到3% 不要比菲律賓低的話 不要比其他國家低的話 其他國家是沒有值得抗議的部分 可是我們政府沒有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我今天從17%談到3%的話 那我報給對方的成本 他們的進貨成本就會降了許多 那你這些比你實際的補助更有益 可是你政府不去做這些事情 那你不要再說什麼 會說中共的打壓 然後又不讓你降 這種個別關稅那是兩方之間談就談了 有沒有 就像我們之前 我們也降日本清久了關稅 我們也去降它的關稅等等 這種只要你不脫離面罪惠國待遇的情況之下 這些都是兩方政府就可以談 可是我們政府從來都不去做這些事情 在以前鳳梨這些農產品 外銷日本還那麼少的時候 你也從來不去跟人家談那些 如果你前幾年去談的話 對日本來講 他關稅算一年才4000萬台幣 對不對 一年才4000萬台幣 他覺得說那我降給你沒有關係 因為你不是我主要輸入的部分 對不對 那你如果現在去談的時候 那當然對日本來的不一樣 因為你以前一年輸入過去的產值 可能只有幾千萬 跟現在一年輸入過去好幾億 那是不一樣的方式啊 對啊可是 我們都沒有去做這些動作啊 那民黨只說一直不斷的去說 我們不要依賴中國大陸 可是你在實際的作為上 你沒有不依賴中國大陸的作為啊 好有在這篇po文底下 其實它又合成了昨天 我有放上給大家提琴一下 那個臭鴉片的畫面 剛好我們也印證了我們的網友何先生 想要在這邊問問看好友 他說台灣如果沒有ECFA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而另外也要請好友幫我爆料 就是農委會為什麼現在都不提出 那個檢驗報告 那檢驗報告到底是送哪邊送檢的咧 我是覺得農委會在這個之上 是一個很耍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這份檢驗報告 他們為什麼不說檢驗單位 是因為後來農委會自己也講 那個檢驗單位叫做中央續產會 中央續產會 他們的財團法人 他是農委會隸屬的財團法人 中央續產會的董事長是誰 叫做林聰賢 他是前農委會主委 對那中央續產會 當然是這種認證實驗室 這些都沒有問題 可是你在這個時候 你交由中央續產會來 去做這些檢驗 是不是有點 瓜田裡下的嫌疑 所以說他們一開始他們都不肯 公佈說是哪個單位做檢驗的 就是因為很難看 對所以他們做事是很隨便的 再來是說 再來是說這個東西他抓到說有11個業者 有沒有有11個業者 有11個養殖的業者 請問一個養殖業者 有一個蝦朗嗎 他如果今天他有做外銷線的 他一定會有很多蝦朗 為什麼 因為他去做週年供應的時候 它的供應期要拉長 對不對 我只有一個HICULA的時候 就只有一個時間收 因為收魚是整批就收走 對不對 我如果7月要收一次 8月要收一次 9月要收一次 我至少就要有3個HICULA 對不對 你11個業者再加上他們HICULA 這可能上百個HICULA 這沒有那麼簡單 那你說每個業者來驗一個 那我這當然會有一些 可以操作的空間存在 那剛剛網友問你說 那我們台灣如果沒有ECFA會怎麼樣呢 嗯 台灣沒有ECFA的話 那當然對農產品會有一些的影響 可是最重創的其實不是農產品 對 最重創的其實不是農產品 而是你的一些工業的製品 那農產品你會比較注意是 因為農產品它比較純粹就是 異輔性 甚至在農產品在偏遠比較偏鄉的地區 就是說你那邊除了農產品以外 你什麼都沒有 對啊 所以對於偏遠弱勢的地區 農產品影響就非常的大 那因為兩岸你像ECFA 那是早收青山開啟活魚模式嘛 那你在開啟這個活魚模式之前 其實民間早就已經有這樣的 模式開始有這種模式的新陳 那只是說我早收青山馬上放進去 是把它法規化 把它法規化之後 但是活魚模式本身 並不太像是一個國際貿易的形式 因為我們如果是國際貿易的水產品 我一定是魚撈起來之後送進加工廠裡 做成加工品之後做成冷藏或生鮮嘛 對不對我們去進口鮭魚 我不可能進口一隻活跳跳來台灣殺嘛 對不對 我一定在歐洲那個原產地的處理廠處理好 把內衣上這些都處理好之後 我是一隻冰的冰鮮的趕快空運過來啊 可是你到了中國的時候它就形成 中國大陸那邊就形成一個很特別模式 就是我在池邊把魚收一收 就運魚車來把池收一收之後 送到運魚船上 然後又送過去 可是其實你知道很多魚送過去 不是到當地就販售 它到當地是又進他們那邊的魚鞋子 對這養著再慢慢賣 對就形成一個好像是我運到那邊去 再養殖再賣的一個特別的情況 在過去來講其實農委會 所以它內部是有一定的管理機制 像我們知道農委會的副主委有三個 那這三個副主委 一個是管所謂農政農務的 一個是管所謂的畜牧 一個是管所謂的水產 其實它過去是有這樣的編制 可是在民進黨在2016年上了之後 其實民進黨就破壞了這個編制 有沒有 第一個這整個副主委的職缺 它放了一個 第一個翁張樑 對 它跟這些完全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甚至連市議員都可以來做副主委 對 所以你看現在農委會三個副主委裡面 誰管水產 誰管漁業 沒有 沒有人有這個背景 唯一最能相關的是黃新城 他是管序幕 對 那至於漁業的話 主管機關是漁業署 你講漁業署的那個署長其實 漁業署更荒謬 失利也挺有趣的 對因為漁業署前一個署長叫做張智晟 他是國內知名的葡桃專家 對所以我們都說從葡桃館到海葡桃 對他對漁業是完全一竅不通的 那後來張智晟因為他要照顧家裡的關係 他請職這個位置 對那現在代替他做署長這個 你叫范美玲 對范美玲是之前花改廠的廠長 園藝專家 對他是園藝專家 他在國內是做友善農業的 做友善耕作 所以他跟漁業本身也沒有什麼的關係 那在漁業管理上 這些管理是爛 是從以前爛到現在 我們譬如說我們講養殖登記 如果我這個養殖登記之後 我這個床裡面放多少錢 那個是你業者自行申報的 他也沒有任何查核機制 不需要 你說進一萬尾就是一萬尾 你進兩萬尾就進兩萬尾 他年你去買那個買苗證明都不用付 你業者只要填報說你進多少 就多少 所以他的養殖量 那些的數據都是有問題的 那這些問題從以前到現在 都沒有想要去改進過這些問題 對那你像石斑來講 我們去香港 是因為香港喜歡大圍的 他們喜歡大圍 所以我們去香港來講 大概是以龍膽石斑為主 那我們去中國以前是去青斑 那後來自從出現龍虎斑這種 這麼暴利的品種 又高抗病 然後患肉率又好 然後又是小小之魚 所以其實去中國都是龍虎斑為主 其實中國也養了很多龍虎斑的 他們現在也很有競爭力 其實他們自己養了大概20萬噸左右 所以中國他不是沒有進步 中國是很努力的去做進口替代 我以前都要靠你台灣這邊 不了我現在靠我自己這邊 所以為什麼他們現在還會進台灣石斑 它其實是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個是颱風 就是說你颱風寄來的時候啊 福建沿海這些魚池會受到颱風的影響 那台灣的石斑魚養殖 剛好在護國神山左下方 所以台灣的石斑魚本身不怕颱風 台灣石斑魚養殖怕的是西南汽流 西南汽流帶來的好雨才有影響 所以現在在養的石斑 是在看就是說大陸那邊如果颱風了 供應不順了 台灣這邊馬上補充過去 第二個就是石斑魚的需求是很季節性的 因為你這種一尾一隻的 它是上桌要用的 所以它是屬於洗清用的 所以它的最大需求 其實是在年初過年前 這一段進入冬的時間 有沒有去洗宴啊 去這樣的去使用 所以台灣從以前主導的地位 現在漸漸變成說 你只是去田人家生產不順 有沒有田人家生產不順 因為中國在冬季的時候 它福建的情況太冷了 所以它的養殖會比較差異 所以說他們現在也有一些 越冬式養殖 那我有這些越冬式養殖 我的成本還是相對 會有設備的成本 跟維持的成本相對高 所以台灣的優勢 就填補了這些空間 所以你的量也越來越小 那你的量越來越小的時候 你還是沒有針對 現在這種奇怪的產銷情況 去做改變 你依賴那麼久 你從以前輸出七成到現在九成五 你也從來沒有去想過說 石斑魚這個東西 我如果在應用上 我要怎麼去應用 國內的消費者 我要去怎麼去給它 對不對 我要如何做魚片做輪切 那通路要怎麼跑 以前從來都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那你面對這個問題之後 第一個就是開始去把錢灑下去 開始就說你砸了多少錢 可是這些根本都還不應急 為什麼 你像前幾年開始 農委會開始講冷鏈 有沒有 冷鏈前年已經撥了七十幾億 要去做農產品冷鏈 可是你如果有新聞有印象的話 在一兩個月前 漢光 雲林的漢光才剛開始發包下去 他要做好 可能是今年已經到明年是 也就是說 我農委會撒了很多錢沒問題 但是我錢從行政院 撥下來 到我讓廠商投標 審查 到截標 到整個廠開始跑 到產品成型 那都需要 二到三年的時間 搞不好都轉行了 對啊 那二到三年時間 我石斑魚 我這區今年就飼好了 對啊 你中兩年之後才起好 那我這些魚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政府就是 對他們來講就是說 欸我有做 我做很多 他告訴我 告訴人民說 欸我有做 做很多 可是在食物面上來講 你看 你主管的 都是這種情況 食物管理 你像戒牌這種事情 戒牌這種事情 已經行之有年了 對不對 所以 科學 就是說 我們在科學上 就是有這麼多的瑕疵 這麼多的縫隙 那以往 在政治還不錯的時候 他願意當成沒看到 對不對 可是 現在他不願意當成沒看到 你說他驗的有問題 可是以你這邊 你自己都知道啊 本來這些申報出去的是三個廠商 有沒有 就這三個廠商 一隻魚都沒有出 結果又衍生出11個廠商 那代表說 你自己說的這些預報系統 這些追溯的系統都是假的嘛 對不對 你光以一個追溯來源是假的 人家就能進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保證食安 你沒有辦法確保追溯來源 像台灣的農產品進歐洲 都是要跟歐盟通過他的溯源認證 也就是說我覺得你的溯源系統是真的 你可以確保這個食品來源是真的 符合食品安全 我才能允許你輸入嘛 有沒有 那你一樣的概念嘛 那你根本連溯源都做不好 進中國大陸連溯源都做不好 他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擋你啊 對啊 只是說他做得更粗暴而已 大家今天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命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 衝一波 從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比克 你買霧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8坪以上的 5到6坪的 或是小坪數 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霧化時間 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